- 据日本朝日新闻8月15日报道,由日本超党派议员所组成的议员联盟,大家一起来参拜晋国神社国会议员会。 - 在战败日15日上午参拜了位于东京都九段北的晋国神社,奈阁总理大臣辅佐关卫腾圣一,前防卫向到前鹏美,日本自民党覆盖时长小全金次郎也于上午参拜了晋国神社。 - 8月15日环球网,日本仙女王向到前鹏美,因为不断曝出丑门,丢连丢到国际上了,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,到30%的临界值左右,去年7月28日,不得不宣布辞职。 - 从此,岛田鹏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,这次岛田鹏美再次出现,依然是依依如既往败鬼,将会永远盯在历史之辱注上。 - 2012年12月26日,安倍二进攻出任日本首相,迫不及待了个弥补了一进攻时没有败鬼的遗憾,很快败鬼。 - 岛田鹏美在安倍内阁中出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,2013年4月29日共败败鬼,成为安倍内阁成员中为数不多的败鬼的一员,岛田鹏美不仅一直支持败鬼,而且多次亲自败鬼,在日本政坛小九名气。 - 喜欢败鬼的岛田鹏美,一段时间内走红日本政坛,日安倍的赏识不无关联,更与安倍和岛田鹏有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宫殿契合,意气相投,一切相关。 - 岛田鹏美本是律师,嫁的老公也是律师岛田龙氏,因为与安倍关系特殊,而时,12年大选自民党大获权胜重新执政,岛田鹏美被任命被安倍内阁的行政改革公务员改革担当大臣。 - 之后,担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,2016年8月4日,完全不懂军事的岛田鹏美,被安倍任命为日本防卫大臣,可怜的岛田鹏美,担任防向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下台。 - 下台之后的岛田鹏美,依然不忘败鬼,依然在历史问题剩余安倍臭味相投,依然对安倍情有独钟,忠心耿耿。 - 在这次岛田鹏美败鬼的同时,安倍虽然没有亲自败鬼,但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,由总裁特别助理财山昌燕,向靖国神社,献上了玉串料。 - 岛田鹏美与安倍算是再次有了交集,安倍的治愈之恩,看来岛田鹏美要用全相报,这中败鬼却不能亲自败鬼的安倍,有了岛田鹏美去败鬼,也不枉提携岛田鹏美一场。 - 岛田鹏美似乎会将败鬼进行到底,也必将把自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毛开云。 - 岛田鹏美似乎会将败鬼之导义者有了比仿之辈的,将败鬼留练典,二 Man育还牽改变到本地,有了岛田鹏美术赫菇死亡。 - 岛田鹏美北,也不万有岛田鹏美一场赫菇死亡。 - 岛田鹏美似乎会将败鬼之后! - 岛田鹏美似乎会将败鬼赫菇死亡。 - 岛田鹏美和盛田鹏美糜与会将败鬼赫菇死亡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